南下台中复选 新北市长朱立伦一下车就遇到支持者 听到关键字赖静得收起笑容 95年核定的 当时谁做院长非常清楚 我负责的是节能减碳 怎么样减少污染减少空污 深奥电厂到底在谁手中排版 行政院12号半夜秀公文 指朱立伦在2010年当副隔魁时核定的 朱立伦隔天深夜发文酸 有点惊讶 这不像他过去认识的赖院长 两人护杠还没完 赖清德周日在回击 表示对朱立伦态度转变难以理解 民众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 推卸责任又制造斗争的执政党 看到这些历史白纸黑字的事实 就知道这是一个国民两党 共同推动的政策 我们希望这个事件就到此为止 让事实来说话就可以 深奥让绿营陷入苦战 赖清德改打桃园关堂案这张牌 宣布深奥停建 抢救新北苏贞昌 基隆林又昌选亲 连台中火力发电厂燃煤四基组 也渴望退场 一桃立三世 胖周于郑文燦被迫一间承担 桃园在进步 不会走回头路 我也相信抹黑不会造成 这个选票的板块的移动 我的策略叫做无招胜有招 听见深奥燃煤电厂 对我们台中来讲 我们就是火力发电厂也会 这个转换 深奥喊咖 万一效应也拉抬林佳龙台中选情 凸显民进党政策取舍 选票摆第一 记者刘志展阿贡雅迈邵玉敏 桃园台中高雄报道